川普在白宮發布的聲明中稱 國際刑事法庭在未經美國同意的情況下 調查、逮捕、拘留或起訴 任何美國及其他非締約盟國的人員 已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構成了嚴重威脅 因此 川普宣布了針對這一威脅的國家緊急狀態 同時下令對相關人員予以制裁 當天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國防部長埃斯珀 及司法部長巴爾舉行聯合發布會 重申美國的立場 並宣布制裁內容 在這些同樣的措施 為延長和延長這些制裁 包括他們的家人員 蓬佩奧強調 這些受到制裁的官員 企圖起訴美國的自由捍衛者 因此 美國不能允許這些人及其家屬 到美國來享受自由 2017年 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首次提出 對2003到2014年間 在阿富汗可能發生的戰爭罪進行調查 今年3月 國際刑事法庭正式授權這項調查 而調查範圍首次包括了美國駐阿富汗軍隊 而美國從來都不是國際刑事法庭的締約國 甚至從一開始就對這一法庭的設立表示強烈反對 擔心其可能會受到某些國家的操控 並質疑其調查的合法性及有效性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表示 美國此次宣布對國際刑事法庭的制裁 只是追究其越權及侵犯美國主權行為的第一步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